乳頭凹陷部分的人 他在懷孕哺乳後 無論是使用洗奶器 或者是親胃 這樣的問題也慢慢都會隨之改善 而真的無法改善的 這部分的族群就真的要手術才能處理了 大家好我是整形外科正宇醫師 我的專長是乳房整形 以及各類顏面整形手術 乳頭凹陷有分為先天以及後天 先天大多是乳頭發育不良造成 有可能是遺傳 如果你的媽媽、阿姨、姐姐等 有乳頭凹陷的問題 你或你的後代就比較容易有這個問題 後天的話有可能是乳腺炎、腫瘤癌症等等 或是有手術過切除腫瘤以後的一些沾黏 纖維化或疤痕也會造成乳頭凹陷 乳頭凹陷基本上男生女生都有可能發生 當然女生發生的機率比較高 小部分男生也會有這樣的困擾 不過如果要處理起來 概念是差不多的 其實乳頭凹陷最怕就是 所以其實每天定期 你要把你凹陷乳頭擠出來 用清水 直接輕輕擦拭乾淨幾口 那當然嚴重乳頭凹陷擠不出來 你這個時候就要尋求醫師的幫助了 一般來說 乳頭凹陷分為三級 其實平常在家就可以自我檢測 第一級是輕度凹陷 基本上你平常如果接受一些溫度變化 按摩刺激 它可能就會挺出來 而且可以維持一段時間 但如果到第二級 你把它擠壓出來後 它很容易就會再彈回去 而第三級 其實平常你是完全看不到你乳頭的真面目 因為你怎麼擠壓它都擠不出來 因為裡面乳頭的纖維化和沾黏比較嚴重 乳頭凹陷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屬於輕度凹陷 以及部分的中度凹陷 你可以使用乳頭清理器 去把它拉出來 時間久了這樣的問題會改善 那也有部分的人 他在懷孕哺乳後 無論是使用洗奶器 或者是輕味 這樣的問題也慢慢都會隨之改善 而真的無法改善的中度凹陷 或是你本身就是重度凹陷的話 這部分的族群就真的要手術才能處理了 乳頭凹陷手術基本上就是要改善 乳頭底下乳小管的纖維化 要把它做分離 讓它比較鬆 另外還有底下軟組織 大部分是缺濕的 我們要把它填充進去 第一種方式 它是先用小傷口進去 把底下的纖維化分離 再用縫線去做固定 這種方式 輕度性比較少 但是維持的效果比較短 而且容易復發 比較適用於輕度的凹陷 但如果你到了中度或重度 比較容易彈回去的狀態時 你就要去把皮段翻下去 增加你乳頭底下的支撐度 更嚴重的重度凹陷 還是可能會有復發的可能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使用完全玻璃法 把你的乳頭整個打開 把裡面的纖維化整個打開以後 再用縫線一層一層的固定 讓它固定在挺出來的位置上 這樣子的維持效果是最久的 近幾年我們也會流行使用一些 自體脂肪移植 去填充在乳頭底下 去維持它的挺度 也是一個方式之一 當然你去按摩它 也許乳頭受到刺激後的確比較容易彈出來 其實我們在手術過程是直接用手術的方式 是把乳頭拉出來 這個力道是非常大的 有沒有按摩 其實對醫師手術進行的過程 影響沒有那麼大 我們最怕的就是它可以凹回去 所以術後切記不能穿太緊的內衣 去壓破到你的乳頭 讓它在對的位置 疤痕慢慢癒合後 它比較不容易復發 如果是比較輕微的乳頭凹陷 我們是用一些縫線固定法 它的後遺症相對比較少 但如果相對比較嚴重乳頭凹陷 我們需要使用到皮板 甚至完全剝離 這個過程就有可能稍微會影響到我們的乳小管 這個對於未來 你密乳哺乳的確是會有影響 所以如果你未來有考慮要哺乳的話 你要做這個乳頭凹陷手術前 你要先好好想想 那另外在傷口癒合的後 兩到三個月 初期的確是會有感覺比較麻木的狀況 等時間久了 神經慢慢修復 這個麻木的狀況會慢慢改善 乳頭凹陷手術其實本身沒有什麼禁忌症 如果你是屬於 輕中度的乳頭凹陷 平常你擠壓是擠得出來 你未來也有哺乳的需求 那你也許可以等到你 生完小孩哺乳完 以後沒有這個需求後 再去考慮 要不要去做這個乳頭凹陷矯正手術 比較不會影響到你哺乳的過程 那它這個術後有沒有什麼後遺症 欸 你等一下 我聽不懂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閉嘴 閉嘴 肉